第32题下图12是甲乙两电阻的电压与电流关系曲线图 图34是甲乙两电阻及安培计和电源的电路连接图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第一个是问我们甲的电阻值为多少 我们看到甲的电压跟电流关系是斜值线成正比 也就是遵守欧姆定律 也就是电阻为定值 不论用哪一个电压的东西带进去 我们的电阻都一样 那我们的电阻的定义是通过单位电流所需要的电压 公式叫做R等于I分之V 我们随便挑一个点 比如说我们挑的是6伏特 对过去的是3安培 所以我们有3安培有6伏特 所以我们出来就是2欧姆 所以选项A是正确的 B选项图4中如果电压为2伏特 则安培计的图数为4安培 我们图数是并连的 并连的时候电压是一样 所以电池电压是2伏特 则每一个电阻的电压都是2伏特 那么电阻电压是2伏特的时候 对过来假的电流是1安培 那么以的电阻2伏特的时候 后来是3安培 所以他的电流 这两个并连的时候 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所以是1安培加上3安培等于4安培 所以选项B呢也是对的 选项C说图3的时候 安培计毒素为3安培 表示电压是8伏特 那么我们图3呢 这边是串联 串联的时候电流是一样 所以安培计毒素是3安培 就表示假乙的电阻的毒素 也都是3安培 那么假电阻如果是3安培的话呢 那我们对过来要是6伏特 那么乙电阻的3安培呢 对过来是2伏特 那么假乙两个是串联 串联的时候总电流 对不起 总电压等于分电压相加 那么假的电压是6伏特 乙的电压是2伏特 所以加起来就是8伏特 所以呢电池电压是8伏特 选项C呢也是对的 选项猪说乙的电阻 会随电压的增大而变大 我们可以确确实实的去带我们呢 这个是1伏特2伏特3伏特4伏特 去顺他电阻值看他变大还变小 或者从图形上来看 我们看他是有弯弯的线 而且弯弯的是越来越往上翘 表示在这里如果增加同样的电压 这里的电流会增加的会更多 那么根据公式R等于I分之V 如果这里电压增加一样 可是电流增加很大很大很多的话 那么电阻值就要变小 所以以的电阻值是会随电压的增大而减少 所以选项猪呢是错的 选项猪是错的 所以第32问题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的选的是猪 以的电阻随电压增大而变大 下列叙连留好